老师 因为GB200面板股市受惠题材火热 那有谁我们可以提前押宝呢 是 我想散出型封装的一个技术的一个题材 在最近盘面上它非常的火热 但事实上呢 散出型封装的一个概念 真正受惠的不是面板 不是面板 尤其是在这个时间点 那至于真正受惠的是哪一些概念呢 我们会在节目当中 透过产业的角度来详细跟各位说明清楚 欢迎收看财经急诊室 我是芳莹 让我们欢迎华信头骨曾志祥会计师老师好 欢迎 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然后现在因为COAS的产能吃紧 传出呢 会打预计要提早将GB200导入散出型封装 那现在面板股的题材火热 我们该怎么提前布局呢 其实这一点呢 可能投资朋友会有一点误解 被媒体的一个误导 是 因为删出型的一个封装 我们来仔细稍微跟各位说明一下 就是说当NVIDIA在先前 其实它四月五月都已经有事前在谈这件事情 就是说它要去 因为COAS的一个产能 不管台积电它在如何的一个扩产 它还是追不上整个 这个AI的一个封装的一个需求 是 这个就变成说NVIDIA它考虑要把散出型的一个封装的一个技术也纳入进来 当然散出型的一个封装的一个技术呢 它本身跟COAS的一个技术当中呢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就像你看这个我给各位的看了这张图 你看最右边那一栏 是 那所谓的一个散出型的封装 当然是最右边那个面板级的一个封装 另外左边是这个晶元级的一个封装 那一般来说这个COAS的一个部分比较偏 就是所谓的晶元级的一个封装的一个部分 你可以看得到它其中的差异性就是说 在效能的部分 当然还是COAS的效能会比较好 这个面板级的一个部分 它其中的差异当然主要还是用材料上的不同 一个是用晶元 一个是用玻璃基板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相对来说 这个面板级的一个部分 就是散出型的这个分类的话 它的一个封装成本相对会比较低一些 这个产量也会比较多 因为它是整个应用的一个面积的一个扩大 所以才叫做是所谓的散出型 但是在这其中 如果我们再去仔细观察 就是说你看最左边上面 先看左边那张图 一般的附近封装 上面它会有一个基板 然后下方就是所谓散出型的一个封装 你可以看得出来 在同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散出型的封装它所出现的一个 这个所呈现出来的面积 它相对来说会比较大 所以它上面在这个 载板上面它的一个IC的一个封装的一个 这个这个颗数 我们讲颗数好了 直接封成两片 当然这个是示意图 就是当然那如果说右边的话 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 一般整合型封装的一个晶片的一个概念 它其实在所谓散出型 它其实也是非常适合 主要还是在于问题 还是在于面积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这个就是主要要解决产能的一个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NVIDIA 它要解决产能 这个所以考虑会把先前 要用散出型封装的一个概念 从2026年提早到2025年的意思就是在这边 当然国际上面相对的一些领导厂商 这边先给各位去做参考 接下来我们要去说明 说明说什么 就是说很多人被媒体的误导 就是说一开始谈到所谓散出型封装之后 马上就点名了三四八亿的群装 然后马上就说面板的这个产业会受惠 但事实上呢 第一个你从股价的一个角度来看 你会发现到为什么它这档股票三四八亿的群创 连续利多出来涨了两天之后 到目前为止 它已经回补了先前的一个多方的一个缺口 马上冲上来之后 外资就拼命的倒货倒出来 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两个层面 第一个部分 面板的部分 你不管是群创有它 甚至小资一点的彩晶 你真正的获利的本业的来源 还是在于景气的循环 就是面板的景气 那面板的景气又跟PC比较息息相关 所以你不会光靠一个所谓的这个 群创的一个3.5代厂 它本来就有所谓的三 这个面板这个散出型封装的一个技术 然后马上就能够带给它营收的一个增长 所以主要原因还是来自于这个部分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是在于什么 第二个问题是在于说 认证的问题 不是说今天你有产线 你就说马上可以得到NVIDIA的一个认证 事实上真正最重要的事情是在于什么 NVIDIA那个散出型的一个封装的技术 主要是用在AI伺服器的一个部分嘛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来去探讨 就像今天我们给各位看了这个里面相关的个股当中 你先看左边的 就先看日月光历程星星这些的一个这一行 其中你在看 不管是日月光也好 3037的星星也好 这两只本身都是跟NVIDIA 密切合作相关 或者是间接的一个供应商在所谓的AI伺服器上面 但是群创它本身不是密切相关 而且不是直接跟NVIDIA AI伺服器有直接相关的 或者是连间接相关都没有 所以在认证 我如果说我们从认证的角度来说的话 你今天NVIDIA如果说它先前它要采用 改用这样的技术来生产它的一个AI的一个伺服器的一个晶片 那当然会先从原本已经有合作的厂商 来优先去做一个相关技术上面的一个认证 那如果说你原本都已经不是主要的合作供应商了 你要再透过 哇你说你有这样子的一个产能 人家怎么会马上采用 有时候有时候有时候那个技术还不到位的情况之下 你怎么会马上采用 尤其像NVIDIA这种全球龙头型的一个大厂 所以呢 散出型的一个封装 如果说以现有产现或者是现有技术来说 群创不会是优先者 所以它一冲上去之后 马上外资全部倒出来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主要还是看 看的是它今年的面板景气营修会不会成长 这个才是今年的重点 那至于散出型的封装的一个重点在于什么 现阶段既然NVIDIA已经确认了它要把这个所谓 2026年才采用的这个封装的技术提早到2025年 那相关的厂商它就会往这个方向去做投资 因为它毕竟它是产业的一个大的方向跟趋势 所以你看最近的一些设备的概念股 不管是8064的冬结 3663的新科 甚至3535的精彩科 这些相关的设备股 它反而就是涨得比较凶 所以我一开始才会说 你被媒体误导了 说面板会受惠 面板哪里有真正受惠的 所以优先会涨的是设备跟材料的部分 所以以上的一个分析提供给所有投资朋友去做一个参考 那我们的一个盘中Light的即时小叮咛 对于这种相关的利多题材出来的时候 我们会透过产业的角度来去帮投资朋友去做一个 实习上的一个分辨 到底哪一些是真的 哪一些是假的 真正产业的受惠 你才会股价真正的上涨 以上如果说有兴趣的好朋友 欢迎加入我们Lighted 或者是订阅我们的个人频道 好 感谢老师今天精彩的分享 也不要忘记加入老师的个人频道 以及老师的Lighted 财经急诊室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哈啰 大家好 我现在人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 同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做看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真的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拜拜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哈 按赞 订阅 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